欢迎订阅我的观众 大家好 我是黄思诺 今天从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给您带来American Odyssey 美国探索 在每集的美国探索节目里 我将带您去经历 美国的生活文化和历史 好 请您欣赏这一期的 美国探索节目 124届玫瑰花车游行的主题是 哇 你将去的地方 热情的观众 显眼的花车和精神抖擞的乐队 一队显然驱散了东海人 赢得大满贯奖的最美丽的花车 用红玫瑰骑出夏威夷的火山 喷发烈焰 热力死射 台湾的中华航公司花车 标题为单车轻济游台湾 强调台湾流行的自行车旅游 这是华航连续8年捧回国际花车大奖 今年虽没有代表中国的花车登场 却有茉莉花的乐声 一个结合北加州硅谷的基督教高中 和北京第57中学的乐队 无论服装和表演都让人寡目相看 紧跟在后的洛杉矶国际机场花车上 有洛杉矶姐妹是广州的代表 开花车厂的埃斯特斯 今年负责军犬花车的建造 这座花车是德州新成立的 军犬纪念碑的翻版 花车向保卫战士的军犬致敬 三条腿的德国狼犬路卡 是花车上的明星 然而坐在军犬花车前坐的 陆军士官帕兹 似乎抢了不少军犬的风头 帕兹的妻儿并不知道 他已经从阿富汗回来 惊喜地在玫瑰花车观众的喝彩声中 戏剧性地全家团聚 玫瑰花车的造价不便宜 全靠不收费的义工帮忙装饰 有时一天可以用上两千人 我觉得花车的工作有创意 我从来没有想到 可以用种子和胶水来装饰 既漂亮又有趣 柯瑞莎和阿易达则是20年的资深义工 要坐花车你必须喜欢做有创意 一看就知道哪种颜色适合哪个地方 要怎么调出适合的颜色 今年的23个乐队当中 来自新奥尔良的跨校乐队大受欢迎 德瑞克是创办人 我们为县尔良42所学校的学生服务 我们接受贫穷地区的学生 他们连一点音乐基础都没有 却能从音乐初阶进步到高阶的水平 德瑞克的儿子劳伦斯今年6岁 他从2岁开始打鼓 只要他一出场就成为摄影机的焦点 另外一个非洲裔的团体也是第一次参加玫瑰花车游行 我们庆祝姐妹会成立100年 这是全世界以希腊字母为名的 非洲裔姐妹会组织当中最大的一个 他们的成员超过25万人 今年游行的另一个激动人心的镜头 是空前的花车婚礼 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杰瑞德和尼克尔 在全球观众注目下接受牧师主婚 他们在牧师宣布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之前 已经抢先热情拥吻 这是玫瑰花车历史上的第一桩花车婚姻 有意思的是正在热吻当中 天外飞来的隐形轰炸机 为他们的婚礼送上一个惊叹号 清晨一大早 在密西西比州威克斯堡的一间健身房里 已经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人潮 这是一间与众不同的健身房 它的名字叫做Shape Up Sisters 索身姐妹涛 这间健身房专门为患有肥胖症的女性服务 我要她们成功 我老是在想该如何去激励她们 我盯着她们的眼睛 想的就是该怎么样去改变她们 这个精力十足 充满干劲的健身教练就是琳达 她是塑身姐妹涛的发起人 琳达是个成功的房地产开发商 在四年前失去了她的姐姐 我姐姐去世时才54岁 她只有五英尺高 但她的体重有260磅 她虽然因为癌症去世 但是她的肥胖症却限制了她过去快乐的人生 在她去世前 她跟我说她很后悔 过去她一生都没有好好地照顾自己 在我家乡有许多像我姐姐这样的女人 她们也都希望过个充实的人生 我有这个能力去帮助她们实现这个梦想 密西西比连续五年 名列为全美最肥胖州的榜首 在琳达居住的威克斯堡里 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居民 是肥胖症患者 为了帮助她的家乡 洗去这项污名 她投入了大量的私人资源 在不求回收的情况下 为城里的居民定下了一系列的瘦身计划 在她去世的六个月后 我就成立了素生姐妹桃 就是为了像我姐姐这样的女人 她们因为身体过重 不敢去传统健身房 她们缺乏动力 也害怕去面对传统健身房里的异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开了这间 给女性专用的健身房 索身姐妹桃彩获原制 在周末则免费开放给社区里 经济状况不佳的民众 还有住在收容所里的问题少女 让她们免费前来健身 今天是卡洛林第一次到素生姐妹桃来健身 林达的故事鼓舞了我 她去世的姐姐是我的中学同学 这个人非常的认真 她一定会帮助我减肥成功 在创立了素生姐妹桃之后 林达开始了她的下一步计划 也就是成立一个社区步行俱乐部 我的家乡密西西比州也是全美最贫穷的州 因为缺乏信息和教育不良也是原因 我们必须努力克服这些难关 雪莉是位营养师 我们吃太多油炸的食物 分量也太大 我教他们一些健康的食物选择 教他们怎么去读食品的标签 也告诉他们只要改变一些简单的饮食习惯 就会给他们带来重大的改变 这是艾达第二次参与这项步行活动 我现在只吃烤出来的肉 放弃油炸食物对我来说最困难 不吃油炸 哎呦我的老天爷哦 代比六个月前参加素生姐妹涛 这对她生活带来了重大的转变 我的目标是再减50磅 我已经减了50磅了 瘦了以后我信心大增 现在我不会因为害怕别人嫌我肥 然后待在家里不敢出门了 现在我会跟朋友一起出去参加不同的活动 2009年 琳达更发起了塑身威克斯堡这个项目 给整个城市下了一封挑战书 后来我意识到我们整个城都需要一个挑战 我们是全美最肥胖的州 我们是全美最缺乏运动的州 也是血糖最高的州 这整个城都需要去面对现实 所以我挑战整个城 让大家一起减掉一万七千磅 有大约2500名居民接受了她的挑战 到今天为止 他们一共减掉了一万五千磅 在她的号召下 当地餐馆也开始提供健康食谱 医院也开始提供免费的减肥资讯 首先我到地方政府寻求支持 告诉他们这件事情的急迫性 我跟他们说 这里是我们子孙成长 生活工作的地方 这和他们的未来有关 之后我到城里不同的医院 教堂 餐馆和学校游说 所有的人都愿意配合 我爱琳达 我的老天爷 我不知道要是没有她 我该怎么办 或许我还是个320磅 只会成天抱怨 但什么也不做的人 她不仅在帮我们减肥 让我们活得更健康 更重要的是 她让整个社区变得团结了 大家都变得积极正面 而不是老网负面看 琳达接下来的计划 就是要和当地中小学合作 免费为学生和老师 提供营养讲座 让肥胖不要蔓延到下一代 波士顿城区南边的罗克斯波利 一个以黑人居民为主的社区 多年来这里没有一家健身馆 布兰迪打破了零纪录 1996年3月11号 我在这里租了两间公寓 开了健身房 我希望社区居民 有个锻炼的地方 布兰迪经营得很成功 他成了社区的名人 几年之后 他搬到了新地方 搬起了一间 大得多的健身馆 面积达到5000平方尺 篮球运动员出身的布兰迪 在健身馆担任教练 上去的时候呼气 下来的时候吸气 就这样锻炼 但布兰迪的个头 似乎与器械不大般配 这些小号的健身设备 是为孩子们准备的 不是我用的 尺寸符合孩子们的需要 举起来的时候呼气 头靠后 非常好 这才是布兰迪健身馆的 特殊之初 他开辟了儿童专用的健身房 在波士顿地区 称得上第一家 更特殊的地方在于 符合一定条件的孩子 可以免费使用 这在美国算是一个创举 只要他们有儿童医院 和七家附属健康机构的 超重诊断就可以了 这些孩子有患肥胖症的风险 或者已经是肥胖症的患者了 美国10到17岁的青少年 有31%超重 青少年肥胖症 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其中低收入家庭 黑人和拉丁裔面对的形势 更为严峻 从罗克斯波利的人口统计数据 不难看出这个社区面对的挑战 不断练 然后饮食不适当 孩子们当然要长胖 这样非常不健康 风险很大 像高血压 糖尿病等等 孩子们来的时候 电脑里有他们的数据 我们可以检查脂肪 体重等信息 还有他们进入这个项目的时间 这些信息都会反馈到健康中心 帮助他们达到目标 莱雅和鲍勃今年都是13岁 乔舒亚才9岁 他们由儿童医院推荐 带着不同的减肥指标 来参加布兰迪提供的免肥项目 我希望再减轻30磅 10磅吧 我的目标是大约减轻80磅到100磅 这个样子 布兰迪健身馆 还为孩子们准备了更多好玩的项目 游戏自行车和电视接在一块 孩子们坐在这里 可以玩赛车游戏 同时还可以恢复形体 这里还有风行世界的热舞机 你看着屏幕跟着移动 不管孩子有没有舞蹈技能 他们都会觉得好玩 孩子们各有各的口味 我喜欢跑步机 我喜欢上下楼梯 别的我也喜欢 我还喜欢跳舞 9岁的泰勒喜欢跆拳道 因为我想学会如何保护自己 我觉得我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了 其实学会自卫属于额外收获 泰勒的体重已经减轻了5磅 离15磅的目标不太远了 从乔舒亚的投入程度 看得出来他是个模范学生 他三个星期以前才来到这里 体重已经降了4磅 我们不会停止的 一定要达到目标 这是我们关心的事情 我们不管别的 布兰迪健身房对孩子们的帮助 不仅在于养成锻炼的习惯 还包括树立健康的饮食观念 我从前吃很多披萨饼 中国菜还有快餐什么的 但是到了这儿以后呢 我就开始吃不同的食物了 节衣减肥的目标是60磅 他现在喜欢吃什么呢 苹果 香蕉 还有橘子 布兰迪提供的免费处方 当然不足以解决全社会的问题 但是对这几十个孩子们来说 不许足以改变他们的一生 电影透过总统远房表妹 玛格丽特的视角来描述 1939年7月 玛格丽特受邀协助总统 招待来访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 这是英国王室成员首度访美 时间更是二战一触即发的危机时刻 这次访问原本应该笼罩在 世界大战的阴影中 但是导演Roger Michel 为这段历史性的会面 增添许多喜剧性的场景 电影根据2009年 BBC的同名广播剧改编 影片借由描述生活的细节 以轻松的方式 凸显社会上层人的平凡之处 即使是国王和总统 也有一般人的烦恼 除了英国王室在美国的文化冲击之外 马格丽特和罗斯福总统之间的 暧昧情愫也是故事主线 在现实中 罗斯福和马格丽特确实相当亲近 他们的关系也一直令人怀疑 自然成为电影里最具戏剧张力的部分 如果美国总统的地下情 还吸引不了观众 看看英国国王如何 乔治六世就是2011年 描述英国国王克服口级问题的电影 《王者之声》的主角 《王者之声》当时叫好又叫做 不知道这次能不能为哈德逊岸边的海德公园 缔造票房记录 这里的孩子不能理解复杂的语言 是音乐让他们快乐 他们并不具备正常人的智力 但几十年来 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音乐 这位孩子身患癌症 音乐减轻了他的痛苦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音乐的力量 就像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说过的 语言失笑的时候 靠音乐说话 这句话印在了萨曼莎T恤上的背面 正面呢 音乐治疗 这是我在伯克利音乐学院的专业 很好的专业 波士顿的伯克利音乐学院 拥有美国规模最大的音乐治疗专业之一 萨曼莎在这里念四年级 这个专业培养的学生 以后将成为音乐治疗师 他们用音乐给病人提供帮助 音乐在心理学 神经学 免疫学的作用 已经由科学研究证实 并记录下来了 音乐治疗的实践 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人们发现 音乐可以有效地缓解 伤年的痛苦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音乐治疗已经成为 临床上广泛认可的辅助手段 在波士顿的肯尼迪儿童特殊学校 朱利·齐哥已经为先天痴呆儿童 服务了二十年 我喜欢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 一起演奏音乐 让他们有机会表达自己 哪怕只是发出一点点声音 或者做出小小的动作 肯尼迪学校的孩子们 每周上两节音乐课 每次三十分钟 他们有的喜欢钢琴 有的喜欢手骨 有的喜欢吉他 很难想象 孩子们还会对其他事情 做出这样积极的反应 孩子们非常积极 因为他们想参与 这对发展他们的交流技能 非常有好处 音乐还可以帮助他们 成为集体的一部分 这都是因为音乐的力量 也只有和音乐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的注意力才会这么集中 音乐的各种元素都很有力量 特别是节奏 节奏具有激发活力 或者是让人放松的效果 凯伦·威克斯帮助组建了这个五重奏乐队 早上起床后大家感觉怎么样啊 快乐 乐队的成员都有不同程度的先天痴呆 但是他们能够轻松掌握爵士谷的节奏 音乐很好 它让你快乐 他们每周一次来波士顿社区音乐中心一起演奏 三十多年来基本上没有间断 我还是小孩的时候 音乐就让我快乐 音乐治疗师演奏的钢琴具有和声效果 配合其他成员的打击乐器 乐队的结构才完整起来 这时候他们真的能享受生活 不用应对社会上其他的判断或者偏见 音乐就像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 嗯 Oh yeah, I would, thanks Mmm There you go You know, my mama always said reparters are like a box of chocolates Too many of them can kill you But the sweet ones are awful nice Hey, you got any french fries to go with these chocolates? Yeah Here you go Oh, thanks Cupid is as Cupid does 克林頓和希拉里的搞笑錄像是我看過的關於他們最好笑的東西 我從來沒想到竟然能在阿肯色州看到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 他的東西很酷 我希望我們家裡也有那些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生活 他的工作內容 還有他對世界的關注 克林頓總統圖書館不僅是圖書館也是博物館 這裡收藏了七萬五千多件文物 一百八十五萬幅照片 還有七千六百多萬頁的文件 展覽廳分為上下兩層 二樓主要展出克林頓白宮生活的紀錄 還有各界贈送的禮物 中國的青花瓷盤來自前任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 根據統計 每位總統平均每個月收到一千件禮物 如果要將克林頓所有的禮物編幕 要花上十年的時間 彈到克林頓的生活當然少不了薩克斯 一把 兩把 三把 他收藏的薩克斯還真不少 我知道他吹薩克斯 但是我不知道他有這麼多 連白宮宴會的餐桌也在展出之列 琳琅滿目的禮物和收藏 反映了克林頓的性格和品味 完全仿照白宮橢圓形辦公室 設計的總統辦公室 是克林頓最喜歡的一角 克林頓總統回到阿肯色的時候 喜歡來他的圖書館逛逛 和遊客聊天 我想橢圓形辦公室 應該是他最喜歡的地方 因為這裡和他在白宮的時候 一模一樣 我相信這給他帶來了美好的回憶 除了白宮生活剪影之外 這裡還展出了 克林頓童年時期的文物 包括了他的成績單 塗鴉 從出生到中學時期的照片 雖然不多 但足夠幫助提高遊客 對克林頓多方面的了解 二樓展示克林頓的性格 一樓則是他在政治方面的建術 圖書館以編年的方式介紹克林頓 在國際事務和國內政壇的經歷 克林頓政治生涯的重大挫折 是白宮實習生萊文斯基的緋聞案件 他隨後遭到國會彈劾 但是這個事件只佔據了一個角落 這裡展出了克林頓回答 調查緋聞事件的特別檢察官問題時的 證詞手稿和相關的錄像 圖書館把他定性為右翼主導的政治鬥爭 至於參觀者的看法 你不需要驚訝他們意見的一致 畢竟願意付出7美元 專程來到克林頓圖書館的遊客 對這位前總統應該比較寬容 萊文斯基 我覺得太好笑了 美國人這麼小題大做 或許我是法國人的關係 在法國這樣的事情根本沒有人在乎 原本對克林頓不太滿意的人 這個圖書館也稍稍改變了他們的想法 我沒有投票給克林頓 我認為萊文斯基的事情給他造成了污點 我因此失去了對他的尊敬 不過看完這個圖書館之後 我對他又增加了一些好感 克林頓圖書館不僅為克林頓本人增添了好印象 她的夫人希拉里也因此獲益 我看到了很多關於希拉里的東西 原來她很小的時候就對政治感興趣 她在日記裡說想當老師 關心普通老百姓的生活 這改變了我對她的看法 和身邊的老鐵橋一樣 克林頓圖書館也是橋形的設計 這棟向阿肯色河延伸的建築 象徵影響未來 克林頓圖書館連接的也是她自己政治生涯的過去與未來 隔著阿肯色河 鐵橋的那一邊是克林頓擔任阿肯色州州長 十二年執政的天地 阿肯色州州長官邸 鐵橋的這一邊是克林頓八年的白宮歲月 還有她卸任之後在美國和國際社會奔波的身影 從克林頓州長到克林頓總統 克林頓圖書館裡裡外外都是展覽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American Odyssey美國探索節目 如果您對我們的節目有任何的建議 或者希望和我們保持聯繫 請您一定訪問我們的網站 www.globaldragontv.com 好,我們下一週同一時間 同一頻道再見 拜拜 拜拜